轉看下首中國安法案件 被告唐英傑提出司法覆核 要求推翻審訊不撤陪審團的決定 法庭下星期頒判遲 另外,律政司會加控他危險駕駛 導致他人受嚴重傷害罪 優惟宜報道 唐英傑由囚青押送到高等法院 他涉嫌去年7月1日駕駛插有光復 香港其次的電單車衝向警方防線 被控煽動他人分裂國家和恐怖活動罪 《國安法》指定法官李韻彤在庭上問 律政司是否會加控唐英傑危險駕駛 引致他人受嚴重傷害罪 獲辯方的資深大律師大啟司確認 律政司早前引用港區《國安法》第46條 以保障陪審團和家人安全為由 指示案件不撤陪審團 改由三個指定法官審理 大啟司說陪審團制度在香港實施了180年 受基本法保障是被告享有的憲制權利 律政司決定的時候沒有解釋原因 或者給機會回應 是程序不公、做法違憲 又說陪審團制度可以確保司法獨立 當法例過於嚴苛的時候 可以根據陪審員認為的公義裁定被告無罪 法官回應說陪審團也需要跟從法官指示 洪方說《國安法》第46條列明 凡律政司長發出證書 應當在沒有陪審團下審理屬於強制指示 法官反問證書要列出原因 假設律政司的理由不相關、不合理、法庭是否不能介入 洪方說《基本法》第63條列明 律政司主管刑事檢察工作 不受干涉 認為沒有責任講明理由 亦沒有條例列明必須由陪審團審理 被告並沒有憲制權利 就住被告的司法覆核申請 法官預計下星期頒判詞 不至於辯方將會反對律政司 加控被告危險駕駛 會排期在下個月7日處理 有線電視記者 郁惠儀報導